哈囉大家好 我是吉祥 三個小時之後 我就要坐飛機到韓國參加APT 各位一定會覺得 欸 這麼吉祥突然想要去現場的錦標賽 覺得就是想要轉換一下心情吧 所以對我來講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這個絕對沒有像各位想像的這麼的簡單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好 現在在計程車上前往機場的路上 其實這一趟還是蠻緊張的 因為畢竟不是這個錦標賽現場的玩家 然後這位女士是我同行的伴侶 女伴喔 女伴不是女伴是女伴 我的女朋友顏依 然後跟大家say個hi 嗨 大家好 這一趟就感謝我的陪伴 那我們就期待到韓國吧 我們剛剛到了比賽會場 Paradise City晃了一圈 知道了APT的比賽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也熟悉了會場的動線 但是我並沒有報名比賽 第一天剛到韓國 我們還是要這個充足的休息 然後明天早上起床 將我們過去所學習的東西 好好的用在明天的這個賽場 究竟比賽結果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就仔細的看下去吧 我們一大早起來 有聽到說人川這個地方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這一個冷麵 然後想說一定要好好的吃飽 才有這個力氣可以去面對這個比賽 好 我們就來試試看 它這個好不好吃 它這個是黑色的蕎麥麵包 它的咬勁非常的爽 很Q彈 它這個麵裡面 它不鹽耶 它就是真的冷麵 它加一堆冰塊在旁邊 就是冷麵 咬勁很足夠 8000反比 這樣就是大概差不多200台幣 我們預計大概吃完 然後會去逛一下人川 然後4、5點的時候 我們就回去比賽的會場 這裡就是人川的 好像叫美食一條街吧 然後這一條街有很多的冷麵 跟這個美食 好像是這樣吧 剛剛那個冷麵很好吃 剛剛那個冷麵好像就是 歷史最悠久的 30幾年 我們繼續晃晃 感受一下這個人川市區 Oh My Oh My God 怎麼有從誰 Du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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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ry - 韓式彼得攀- 韓式彼得攀- 我們剛逛完了China Town跟童話城- 注意到有一個更好玩的東西 - 海洋列車啊- 海洋列車- 聽說這個叫什麼- 游在人川- 就是那個列車會從這個海上面繞個一圈這樣子- 他們有說這是碧丸之地啊- 我們剛剛問那個導遊啊- 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他從這個地方列車就會在這個島上繞一圈然後看海- 我們等等就去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海洋列車啊- 列車來了啊 - 果然準備要上車啦- 看就是- 先停到對面- 然後下車- 然後慢慢靠過來- 高科技- 韓國 technolog- 無人駕駛- 海洋列車- 上車了各位- 上車- 海洋列車上車了- 上車了- 上岸了- 等等繞海了- 等等我們要在海上開車啦各位- 各位- 上車了- 海洋列車上車了- 凌晨暗了- 等等繞海了- 等等我們要在海上開車啦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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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合謎- 韓国辣烤鸡 朋友说这个人穿必吃啊 韩国辣烤鸡 什么我们那种辣子鸡丁 听说没在跟你什么丁的 丁什么东西 它是整个这个辣烤鸡啊 他说这个是只有当地人穿人的 才知道的这个好吃的店 这就是他妈必吃之举啊 顶级之爽 我觉得这一趟吃这个就够了 道地的辣豆腐锅 再加上这个辣烤鸡啊 鸡腿肉腌得超嫩 超好吃 我直接再点一份啊 我们直接在瑞士再一份 受不了这个真的是太爽 丁吉祥 你快一点好不好 不要拖拖拉拉的 你怎么那么慢吞吞的啊 在这里呢就好 我们现在到了比赛会场 刚刚因为入到赛车的关系 就错过我想要打个比赛 靠杯15BB买入 我知道打什么叽叽哦 你来第三天了 还不太是比啊 好好好 好 但我觉得没关系 我们还有一个Turbo 那我们就把这个Turbo 当成是我们的 晚生前召战吧 去挑战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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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裡是... 這裡是... 有空的 超級想起來了 起來了啦 想起了 4点半 快点啦 我已经睡了 你不是12点要比赛吗 起来了起来了 我刚刚思考讨论了一下 我们决定了变换打法 我们去首尔待个一天 人传比赛会场其实就在机场旁边 那我们不如就把握时间 来一个这个平衡的旅游 工作跟旅游都兼顾到 将我们的过去这两三个礼拜 的认真study 锦标赛的部分所学 好好地发挥在最后一天的 最后一场的海洛勒就好 优格冰淇淋 优格冰淇淋 这个是奶油吧 里面才是游客冰 然后我点了那个是招牌的 黄豆粉冰 昨天我这边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在首尔 再多待一天啦 蛤 那你打牌怎么办啊 你比赛怎么办啊 因为我真的思考了很久 我这一趟来啊 然后我就看到牌桌上的玩家 什么铺那 Naven 征兆 没没什么一堆的 其实我觉得我做的准备就还不够了 就我的水平没有没有到赢他们了 不是啊你怎么这么闹啊 这不是闹不闹的问题 这是我觉得要换个角度想 因为我们打得扑哦 不是赢到钱哦 就是学到东西啊 啊我这次的 这次来是为下次 apt 铺路啦 你一天知道行动的动线了 然后牌桌上的玩家是怎么样了 那我再回台湾 然后再做好更好的准备 那就没有输到钱嘛 对不对 然后 讲这么多就想玩啊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不是想玩的问题 这是 OK OK 好好好好 对 这是那个 我们今天来到韩国景福宫啊 唐朝皇帝唐太宗曾经读过 以同为敬可以升一关 以人为敬可以名得知 以骨为敬可以知心替啊 我们今天就来知心替啊 你要中到人 来学东西啊 对 对 很多韩国妹子 对 韩命国 韩国妹子 嘿嘿 在韩国地铁有一个很有趣的点 是跟台北捷运不一样的事 他们的这张卡片呢 就要用500韩元购买 然后当你出站的时候 一次性的票 你就要把这个票券给放到他的这个 票券退还机里面 然后他就会退你这一个500块 这就是所谓的韩国欧巴 晚上的明洞 感受一下这个晚上的首饿啊 明洞夜生活 啊 赔不得哦 赔不得哦 烦什么 你不快等下你再次打啊 三郎 三郎 啊 赔不得啊 啊 暈不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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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们结束了五天事业的韩国APT 冲实的扑克之旅之后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个机场 想一想这一趟旅程 我觉得其实是非常的不错的 从来韩国之前呢 就花了很多个礼拜 在学习扑克锦标赛 以及到了会场之后了解说 APT的这一个规划是怎么样子 以及认识到各式各样 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扑克好手 虽然最后有一点点可惜 就是没有完整的餐饮到整个APT的赛事 可是我觉得这整体来讲 我觉得是还不错的 因为在扑克里面呢 其实有一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不是赢到就是学到 那这一趟旅程虽然我没有 就是赢到很多的收益 但是我觉得我学到非常多 而且呢其实我没有花太多的这一个学费 整个扑克其实我认为就是 一个自我了解的过程 我越了解自己 为了如何 我觉得这一趟的扑克旅程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充实 我们就在实况上面再见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五天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赶赚烂了 又一个礼拜不用开台 假装认证 哎秋雨翔你太夸张了吧 靠杯 我认为他应该不是在想晚餐要吃什么 他应该是在想说 要在泰国买房子 还是要在台北自产 哦 呃 呃 哦 呃 哦 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